酒店是可以框出去 我們是不能被框的 那妳們是 那是一樣要喝酒 不是 那他們 是沒有人要框 他們是屬於那種店內伴遊的 其實我在 妳有資色 人家客人因為花錢框妳 妳就去那裡 來這邊是免費的 所以他也不會框妳 所以他比較沒有壓力 他就是要瘋狂的幫忙促銷 店裡面的一些服務 還有酒 我知道 我離親了啦 幫妳 跟妳聊天的過程中 妳知不知道其實妳們那一家 原本不是Talking Bar 是因為妳從來沒被 所以我是媽媽上去 是有 其他人是有被框的 其實其他人 妳有沒有發現 其他人的朋友都有被框 朋友上班上到一半都不見 中文姐開我的謎了 沒有 我們那邊還有一個叫做大酒 大酒汁 大酒其實不是真的酒 它是比如說給妳的小費 果汁 沒有 都沒有 就是小費 比如說今天 金姐妳有夠漂亮 我給妳十杯小費 欸 什麼 十杯大酒 那一杯就是一百塊 所以妳就當天晚上可以賺進 一千塊的小費 小費 小費 純小費 而且不是跟公司互 那要喝很醉才會給妳壓 客人來店有時候他想要裝大氣 比如說我喜歡王少偉 我就把他們那個整個團體包下來了 我就會說 你們全部那個我都包了 所以你每個人都十杯 我最愛王少偉的話 我可能給他50杯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真的有人這樣做 有 就是 因為你在店裡面就會有客人說 你們有幾個妹妹叫過來 我就給你們每個人賞十杯 那妳們有底薪嗎 我們底薪大概三萬塊左右 是店家付的 店家付的 對 然後業績再過的話 就是再加兩萬 然後妳就是再另外加那個大酒的話 其實妳一個月 努力的話其實也有十萬 哇 那妳剛才妳講的妳最高 穿戰袍最高業績是一天十萬 十萬 可是就是 真的很累 因為妳要從一樓跑到二樓 然後一直聊 那妳做多久了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十萬塊 想說要到那個地方去 我就想說去做兩個月 就收三了 可是呢 我整個 妳做兩個月 前面就是妳很厲害的那個 十萬塊是做兩個月 可是前面這整個 我就一直在POP的生活 就是做一年 那妳做很長了 對 曾經還有客人就是 就跟妳講他真的喝醉了 妳很想 不是 是因為他真的是因為 講了一段感情 他講說他如何被劈腿如何怎樣 妳也知道我就是一直安慰他說 不要說這麼多的喝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就喝啊喝啊喝 喝到一半結果我就上廁所 上完廁所出來 他就其實在門口在等我 然後我一出來之後 他就把我整個好像偶像劇 他就把我的肩膀用過來 然後就壓到牆壁上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妳做 王少偉主持人有的時候要扮演 妳要演他 妳演那個客人 這個就是門口 廁所門口 妳剛剛出來 妳剛剛走出來 沒有 妳的牆壁在這裡 好 唱出來 騙人 真的 我人生就是偶像劇很多 後來我就把它推開的時候 我就自以為我是偶像劇女主角 我就說 我不是你的某某某 就是他那個失戀的那個對象 我自己 我就這樣子把它推開這樣子 哇 其實我覺得那個男生 有從妳身上得到某一種 偶像劇的那種補償 對不對 妳知道旁邊隔壁桌上那一幕兔甲 教堂有神物 我們頭頂爸也有我 妳知道嗎 就談心公關 我覺得很多人 或許去那個 你們店裡不是為了說 找漂亮的女孩子 漂亮的我會分類 喜歡漂亮的我就會找漂亮的 那要談心的我就會跟她聊 而且我的重點是 她跟我聊完之後 我都會記得她的名字 她下一次我還會問她說 妳上次的事情處理完了沒 就是我還會 她贏在她的個性 對啦 真的很 妳個性很開朗 大方 OK啊 對啊 所以妳需要有戰袍嗎 還是說這一套就是妳的戰袍 其實妳不覺得 他們說白天穿這樣嗎 對啊 妳知道為什麼 妳是白天穿這樣子 對 是白天的耶 因為我 我不能露掉 露掉每一個有可能當我客人的人 而且 而且 再加上她 妳自己是部落客嘛 我是部落客 她的文采應該很好 對不對 就喜歡寫寫東西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她只是在台上 跟我們搞笑這樣開玩笑 但事實上 妳應該就很能寫文章的人 對啦 妳都是寫兩姓的 我寫兩姓的 那妳覺得現在的那個阿嬤 跟小樓應該進展到哪裡 就是他們現在已經承認 他們在交往 有三個多月了 三個多月你認為 可是小樓有上帝在眷顧 我覺得她應該不會那麼快就open了 真的嗎 我覺得 真的 可是這台面上 台面上 OK 台面下呢 台面下 如果是你輸的那個邏輯的話 可不可以我改天跟她出去喝酒 灌醉 她說我在跟你們講 我覺得台面下的邏輯我覺得她 何邏輯 何邏輯 哪裡何邏輯 你們討論完了 非常何邏輯 人家女孩子是很 她是很那個的 好了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請到最後一位置 對不對 好不好 你先講一下 大家猜看她的衣服 好 現在嗎 他們猜看 你覺得她衣服 我一定穿白色的 白色 我也覺得是白色 我猜黑色那個 比較露銷的 我也覺得是黑色那一個 唉唷 三白二黑喔 這兩套嗎 你們猜這兩套 聽你嗎 猜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空到背 直接退掉 我先回家 亞美講料話很長 來賓竟轉身走人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他們猜看 你覺得她衣服 我一定穿白色的 白色 我也覺得是白色 我猜黑色那個 比較露銷的 我也覺得是黑色那一個 唉唷 三白二黑喔 這兩套嗎 你們猜這兩套 確定嗎 猜錯了 妳要被我捨吻 哇塞 等一下 我從高貝直接退掉 我先回家 唉唷 唉 我天啊 他是有行情的耶 對啊 10萬的耶 幫你一個晚上賺進市場 對啊 好 正確公佈 阿托 阿紅 小桃桶 還全錯 全錯啊 這一套 對 因為他就是有點像小禮服 就是他要露不露了 不會像我這樣子大V的 妳晚上穿得比白天還露 是不是 因為白天大家看清楚一點 沒有 晚上比較保守還是露 晚上其實他也有露 他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沒有 跟妳這一件比較呢 有 都一樣其實是有的 他只是沒有 他現在那個人體模特兒 沒有失業線 所以你們看不出來 所以妳沒有穿這麼花 沒有 因為要穿桃紅 才可以招得妳的那間店滿堂紅 對 所以晚上要亮一點就對了 要亮一點 要紅一點 也對耶 在Talking Bar的人 基本上情緒都不是很好 對不對 有看到黑的 他以為是看到阿飄 那就揍妳一拳 那也不就死定了 有道理耶 你們沒有想到這一點 要鮮豔一點 情緒才會開心一點 對 他讓人家情緒很好 好 來 先就座 謝謝 好 Junior的愛人是不是就是第四號呢 歡迎四號 一起 來 往前 來 往前 好 好 好 四號美女公關Manani 穿戰袍讓她成功談成多個案子 更有已婚老闆看她腳好身材 而苦苦追求 五號美女公關Gina 公關次第雖只有短短三個月 就已經有人向她求婚示愛 戰袍威力果然十足 五 我覺得最後這樣子的身高安排 其實是有點侮辱人家耶 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妳這樣 妳有幾公分 我173 173 那這一位呢 160 一位這個比較高的這位 也許猜得出來 以她現在這個穿著的話 很像那個 在賣那個 萬安生命 對 那叫業務不叫公關 那個叫業務 餐飲業的嗎 比方說那種五星級飯店 他們其實都比較穿強的東西 是不是跟服裝有關係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裡面只是穿了一個BRA而已 對耶 所以應該 不是一般的 已婚不會注意到那邊去 不然回家會有 婚紗 是不是婚紗 跟服裝沒有關係嗎 沒關係 跟服裝沒有關係 但是跟女生的美麗是有關係 喔 我知道了 醫美診所那種 不是耶 調整型內衣 大體化妝師 沒有啦 那個不需要公關啦 來 我幫你介紹一個大體 來 看妳要用什麼造型 西式中式的 我們是在內湖的一家 沈浸會館 是一家是女俱樂部 什麼會館 是女俱樂部 女生是女的俱樂部 我們有來試日本的研盤獄 研盤獅獄 妳要做些什麼 業務內容是什麼 業務內容 我們大概就是譬如說 最近跟知名的網站平台 我們賣了一個貴婦下午茶 原價1400元 我們在18個小時就賣了 Oh my God 所以待會兒裡面有一套 是妳的戰袍 我很不敢相信第四套是妳的 拜託 怎麼這麼說 妳看妳穿的現在就是 這是白天的啊 所以 它嚴格說起來算是 溫泉會館 是 我好奇她現在 她的西裝外套下面穿著 對 色狼 不是色不色狼 是她總要對不對 所以妳白天也穿這樣子嗎 是啊 裡面就穿一件 妳這是內衣還是 不是 她要上班的地方 是女會館 都是女孩子就還好 對啊 都是女生的 是制服嗎 是 反而女生對這樣子的服裝 會有 我可以看一下裡面嗎 多看一下裡面 她身材很好 鏡頭沒有關係 因為她是馬甲嘛 把它打開漂亮 這樣很好看 喔喔喔 稍微 她是馬甲啊 很好看啊 身材就變得很有腰身 很漂亮啊 很好看 這是我們的要求 OK 每個人都要這樣子 每一個公關都這樣 喔 那要問一下 這位是Gina 猜猜看她的是什麼樣的類別 產業別 她這個好 網路遊戲 這個好難猜喔 網路遊戲公關 有可能喔 對不對 這也需要 她長得就很像宅男女神 對 她很漂亮 妳有混血嗎 沒有 沒有 她很漂亮欸 很漂亮 是在那個馬甲 馬甲 馬甲喔 夜店 那妳做了多久了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 那妳白天有工作嗎 有 白天是做什麼 護士 護士 白天是護士 所以白天其實 晚上的夜店 真的是天使跟惡魔 那應該穿護士服來啊 交換 真的白天跟雨黑夜 所以基本上妳白天就是這個樣子 妳白天應該是護士服 對啊 對 等一下 妳這樣子晚上 這麼缺錢喔 晚上喝了酒白天去幫 會不會亂打 對啊 靜脈打到動脈 那好危險喔 那妳護士做了多久 好幾年了 就一直在做護士 那為什麼想要到夜店去呢 為了賺錢 朋友介紹的 那妳有穿上戰袍之後 有替妳帶來什麼更多的收入嗎 有 像我們就是 我工作內容就是定位跟包廂 讓我們包廂會有包廂費 那一天可能就是 我有客人就是找我定位 然後可能會有兩三萬塊 可能一個人這樣子 那妳一開始沒有客人怎麼辦 不會啊 我們就是定位待位的時候 都會客人來找我 晚上客人知道妳白天是護士嗎 會知道 可是白天的客人不知道 我晚上的工作 會心驚吧 會害怕 妳在哪一塊 對啊 妳哪 我會進去 妳在擔心哪家醫院 妳有沒有過喝醉酒去上班 妳說什麼 我想問她們喝醉酒去上班 因為我不需要喝酒啊 完全沒有 妳完全不用了嗎 妳滴酒不沾嗎 不喝酒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但是問題是妳滴酒不沾 妳也可能就是不淹對不對 不賭 但是客人追求妳怎麼躲過 像因為我 待位需要穿出一些人群方面 然後就會一些外國客人啊 很多 然後就會抓著妳 對 妳很像匯血 抓著妳就說 對啊 那妳有曾經在工作的時候 遇到妳們醫院的醫師嗎 院長 有看過其他醫生啊 不是我們 他們店真的滿多醫生去的 真的喔 李靖良 不是啊 他們夫妻倆 本來就會下去一起去玩啊 對 對不對 之前新聞的 妳有看過他們嗎 有他他就會帶很多人去的 對啊 妳有看過他們 有看過 不是演客人 不是 那我介紹小鎮給妳認識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那猜一下哪件是他的 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 剛才這個 這個SPA館呢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迪士堂 白色的馬甲 對 他穿馬甲應該也先習慣 對耶 而且我覺得以他身長 應該那個是他的衣服 是不是 所以也太短了 是喔 答對了耶 有照片 這是我幫那個SPA會館 因為我們有一些活動的DM照 對 宣傳照 那我們會 因為我們有做SPA的部分 所以我們譬如說瘦身啊 腿部 但這一張很像思學少女 淘家的一張就對了 對啊 還有嗎 就這一張 妳還兼做模特兒對不對 是啊 他高度夠啊 對 身材高度夠 合理啊 要不要臉看鏡頭就可以啊 什麼東西啦 不會啦 沒有 我臉不看鏡頭 就有時候意境到了就好了 對不對 像剛剛那個臉就不看鏡頭 對...來 請就位 來... 幾位就是跨 產業別的公關 但是現在 既然跨產業 但是我們要打破那個迷思 對不對 一樣都叫公關 那我們就把衣服來交換戰袍 五號跟 哇 我知道了 我覺得夜店的不要互換 對... 夜店應該穿什麼SPA 不然就穿鐘錶的 可能是鐘錶的要換上比較麻辣一點 對 我們問一下 Please 你最怕哪套衣服 我應該比較怕馬甲那個吧 好 哇 那就是你的了 不要 awesome TO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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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